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个糯米饼非常好吃的做法 颜色金黄,吃一口又酥又香 准备半个南瓜,清洗干净,去皮,去籽 然后切成片 切好以后装盘,放入锅中蒸熟 把蒸熟的南瓜趁热压成泥 压得越细越好 在大碗中准备200克糯米粉 少量多次的添加南瓜泥 我添加了大约150克 可以边加边搅拌,先搅成大一些的面絮 然后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偏软一些的面团 揉好了以后放入碗中盖好 放到一旁饧面5分钟 在碗中以1比1的比例加入2勺椰熔 两勺白糖 然后调匀,放到一旁备用 把饧好的面可以直接揪下来一块 放到手中 团圆,压扁 捏出小碗的形状 捏出小碗的形状 然后加入一小勺的馅料 再把口收起来 一定要捏紧 再团圆,压扁 把做好的小饼 两边再均匀地沾上一层面包糠 都做好了以后放到一旁备用 平底锅中放入多一些的植物油 把做好的饼坯放入锅中 中间要留有一些空隙 防止粘到一起 摆放好了以后 加盖 一直保持最小火 烙2分钟左右 烙至底部定型了以后 我们把它翻个面 烙这个小饼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稍地多放一些油 这样做出来的饼 两边都是酥酥的 吃起来特别的香 如果想要软一些的 可以少放油 然后再加盖 烙1-2分钟 这个时候的小饼已经熟了 看起来明显地鼓起 颜色已变得金红 我们再把它翻个面 烙个十几秒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南瓜椰香糯米饼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做的时候油放的比较多 所以表面是非常酥脆的 里边又非常的软糯 配上椰蓉和白糖的香甜 真的是又酥又香 喜欢的朋友也赶紧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